长期关怀公益的阿基师与同门师弟妹宋雅童游杰宴 响应仁安基金会1680一路邦宁活动 来到万华平安站担任爱心大使 号召民众关心皆有韩事 担任房机大使的阿基师更在现场一展厨艺 利用简单的厨具与常见的泡面食材 料理出经济又美味的餐点 那我今天用的是最简单的泡面 那各位好朋友记住 泡面的意思就是让它整个面体能够撑开 那你吃的时候在肠胃里面它是很好消化的 那么在这边我们的功能专业就是很好消化的当下 让你在长时间囤积在肠胃里面 不会一下子就饿了 那你是不是就能够防止它饥饿 这个特别给各位报告一下 那么这边来各位好朋友记住 我用的三包不成敬意 那么三包的面体以外 因为有碍于这一个广告的嫌疑了我就不多话 但是这个面呢各位记住 一定要水滚的下锅啊 水滚的下锅它才能够闷泡的起来 那么透过这么样的一个诀窍呢 跟各位讲一下 泡面其实跟我们煮白饭的意思是相同的 你以为说饭煮好了电杂跳起来就能吃吗 那未必的电杂跳起来 你还要在这个电锅里头上围闷一下 让它每一个米粒的质感呢能够更Q弹 当然我今天也不例外 希望我等一下水滚了以后我把面丢下去 也是一样前后时间大概60秒不到 就捞起来 捞起来干什么 面心还没有透 但是我就用这个锅盖盖起来 地形地物利用 闷一下子整个面体了 它就很Q了 担任防寒大使的宋雅通 则是现场示范编织围巾 呼吁大众加入一起编织爱的活动 在冬天来临之前 将完成的编织围巾毛帽寄到平安站 传达爱心给韩市 我今天知道为什么防寒大使一定要请丫童来做 我相信如果这是交给男生的话 不够细心是吧 这肯定大概支个两分钟应该就结束了 但是我们人安基金为了义工们有男友 男生他们都是很有细心的感觉 一条完整的围巾 而且他的花色还有很多 不只是我那么单一的 然后他们就是很花心思的 所以绑成了一条完整的给我们的韩社们 对这个就是完成品了 律师尤杰燕则是担任防病大使 示范拉筋伸展动作 提醒韩市们要随时留意身体状况 所谓伸展的其实我们一句俗话讲 肌软一寸瘦长十年 那我们做这些拉筋的动作 其实主要也是因为 这些拉筋的动作 其实它不会受你的时间 或是你的场地 或是地域的限制 那你其实只要你随时想做 你就可以做 那这样的动作其实会让你 在你平常 你感觉压力大的时候 或是疲惫的时候 或是任何不舒服的时候 大家拉筋 其实会让你的身心 其实会觉得更舒服 那首先我们 我今天主要简短的示范 我们上半身的一些拉筋的动作 那我第一个为大家示范 我们的呼吸群的拉筋动作 那么还准备拿一下麦克风 那首先我们先伸出你的右手 反转往外侧 那左手一样反转往外侧 然后你交叉起来 然后往上拉 其实你就会感觉到你胸部 跟肋骨的呼吸群 在做拉展 仁安基金会万华平安站 去年遭遇注农之灾 经过漫长的整修后 终于重建 却又逢疫情再起 服务再次陷入困境 其实这个活动呢 是应该早在年初的时候 一月份我们就要举办了 因为那个时候刚好 平安站修建完成 然后想要请阿迪斯 来帮我们做一个 有点像是浴火重生的一个造势活动 但是偏偏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疫情真的是相对提高的严重了很多 那很多的活动 或者去聚集的东西 我们都不能够办理 一直好不容易延到现在 那阿迪斯还是很坚持的 可以帮我们做这个造势 让我们跟大家说 我们问华站 恢复正常 其实我们现在要跑一个公案 叫做常年公案 大家往往都会在三节当中 才会想到说一些弱势 贫困者 那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服务着 他们每一位朋友 提供两餐 提供洗澡 提供沐浴 那每天我们的花费 其实都算是很庞大 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有些善心人士真的也是口袋紧缩 那呼吁大家可以 小微的定期定额捐款 然后帮助每一位朋友 从回回到社会 去年在三月份火灾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一楼 大家现在看到漂漂亮亮的 当时其实是满目充益 完全没有水没有电 那当下我们主管决定 机构决定说服务不能间断 不能因为我们自己受伤了 让别人饿肚子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门口 顶着燕阳天的时候 正要转夏天的时候 因为没有水没有电 连电汪餐都不能用 我们依然发着便当跟干粮 给每一个朋友 然后一直到 筹筹资金 找厂商来评估 维修的方式跟进度 紧接着疫情就爆发了 那那个时候 万华属于比较严重的区域 厂商那时候也无法进来 然后各个动作 全部都只能停缓 但是我们也是 持续的做服务 一直到快年底的时候 又遇到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 三月份的价格 跟年底的时候 的材料价格完全不同 所以又提升了 一个修缠的经费 对 所以我们一路以来是这样 跌跌撞撞的 到了今年的年初 才慢慢的恢复正常 那我们会希望说 让每一个社会人士都可以 帮助我们 让这个服务能够一直运作下去 而且越做越好 那 刚刚也有提到说 在这两年的疫情的关系 其实需求者是越来越多 因为一般 我们一般人的工作 可能都已经不稳定了 那一些刚刚脱友的贫困者 他们都更加的不稳 所以希望呼吁社会大众 能够多多帮忙 那我们一百不嫌少 一千不嫌多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 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走过火灾困境 平安站面对不同挑战 不断改变服务形式 唯一不变的是 坚持服务的初衷 也期盼社会大众 响应1680 一路帮您 让爱永不间断 请支持仁安基金会 1680 一路帮您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导 人有爱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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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